农历春节廉假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联休十天 一般民间企业或是劳工只能从1月21号除夕放到1月26号初五开工 初六27号就得上班最多只能联放六天 不过劳动部亲自教你小配包原本的1月20号星期五是工作日 可以跟1月7号周六的休假日来对调 接着把1月27号工作日和2月4号休假日对调 如此一来从1月20号开始串联起六日就可以一路放到29号联休十天 八周弹性公时的规定只要是劳资双方协商之后 同意之后就可以把工作日和休息日对调来形成廉价 疫情解封最期待的就是出国大玩特玩 但是春节期间机票当然最贵 一般民众大多选择吃晚年夜饭选在初一或是初二出国 但是旅游专家分析1月18号和19号两天股市封关 其实很多金融业也这两天放假 因此在往前一天1月17号就是机票最便宜的时机 实际上观望查询以华航来说 从台北非日本东京1月17号出发 机票17205元 但是22号大年初一当天出发整整多了1万元 机票涨到27293元 而非南韩首尔这两天的票价差距也超过了6000元 多请个1到3天假选择17号出国玩 光是机票就可以现审6到7成 好康大家都在抢民众手脚可要快 这里请问嘉宇台北长报道 海皇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它有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这一颗一颗的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CTI 798的代码来上网代购 modèle 好